热帖,此为对无数人三观降维是打击心脏不好别看,美国打折网。 新年购物神价直播,作者案,每当看到中老年人们,或者部分年轻人,将身体健康长寿的梦想,即希望于中医理论和中医养生,总觉得很可。 笑,追逐梦想的道路千万条,能够找到一条完全烦着追的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但卖为本里,click to move. Evory这么这是一篇对中医要起底比较全面的文章,对,部分人士的三观能够造成较强的地毯式降维打击,本文涵盖了从古代,中医的战绩与真实水平。 中医经典古籍的水平,到中医的理论人士水平,诊断水平,到经络学位的由来,中药的逻辑,清豪素育肺炎药。 现代中医的发展,西方力量是否对中医进行过刻意打压,中医理论,的晴天剧B.U.G. 中医养生的逻辑,质疑中医所需的条件等等方面。 共计十一个点,请根据自己的三观修复速度,酌情挑选实用。 一,高,守在皇室吗? 中国古代从秦始皇到末代普遗期间生足年份科考的三十。 零名皇帝里,摸到七十岁的只有十六人,这十六个里面活到八十岁的。 仅有五人,详见帝王政治与健康宋代皇帝疾病问题研究,T。 除非正常死亡的九十二人后,剩下的二百零八人也是疾病缠身,平均寿命。 仅四十七点六岁,哪怕到了清朝,从顺治帝到到皇帝的二百多年里。 六朝帝王后代的平均寿命仅为十八至二十六岁,幼儿夭折五百分之二十一。 百分之四十三,两个数据都与野生猩猩差不多。 他们可是享用最优秀的中医。 资源的权力中心啊。 当然,你仍可以辨解说是内乱、战争、近亲节、婚、公斗、真正的中医在深山老林里等等。 二、高手在民间吗? 根据 对近代民生家族族谱的调查,家族成员平均寿命。 幼儿夭折,绿与野生。 猩猩都没有显著差别,与同时期欧洲人也无显著差别。 包括 一、广东 中山里是家族一千三百六十五至一千八百四十九,近五百年的白贝族谱,二十岁。 七边入 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观送一统计了清淡一百三十五位。 民间绅士的子女死亡情况,在现代医学出现之前,所有传统医学对拳,人类的贡献都是微乎其微。 东西方人不论是在放血的熬草药的带生的。 喝福水的,公元前的平均寿命是二十至三十岁,一八五零年平均寿命,才达到四十岁。 婴幼儿死亡率始终极高,而很多在今天可以相伴终生。 那慢性病或者只能在实验室里,狗人残喘的病菌病毒,在过去都是满事。 这次一收割人头的大boss。 三、从古至今所有的瘟疫,终于一个都没有解决过。 古代瘟疫频率十分密集,所到之处,往往时势久空。 人死无算,相见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等。 随着时代进步,现代医学逐个搞定人类顽疾的同时,中医们也在逐页吃书,金。 天的中医主要躲在自欲类疾病,或慢性疾病背后,慢性病成自带起伏。 主观给人以好转的感觉。 随着现代医学发展,中医的立脚点还将近。 一步缩减,继续撕书吃书。 小儿麻痹症,脊髓挥质炎,中医认为是。 肺热和皮热,肺主皮毛所以皮肉萎缩,皮主肌肉所以肌肉萎缩,历代。 中医解释不一,反正都是文学想象吗? 今天有谁相信中医能搞定效? 二,麻痹症。 维生素缺乏症,中药汤能补维生素不。 染色体遗传病,中。 医疹铁轮能搞定不。 寄生虫病,中草药配五能打虫不。 被风狗咬伤了。 被铁去化伤了,能用中医抵御狂犬并破伤风部。 急性蓝北炎,有梅。 有送去找中医的。 兔唇,今天我们知道孕妇需要补充一种东西叫作业。 酸,有谁会找中医补叶酸吗? 孕妇生下兔唇的孩子,是因为她吃了土。 子。 李时针,糖尿病,消可症,今天我们知道要么是胰岛素补。 足了,要么是体细胞对胰岛素补敏感了。 中医说,虚活内生,下交生。 弱,弱则肾噪,肾噪则可。 所以说你是肾虚,肾经亏损,需要补肾。 至于胰岛素,中医连胰岛都不知道,糖尿病在古代是绝症。 妇人,难产送命的事情今天,是几乎绝迹了。 中医的办法比较厉害,功仙能外。 建设出去,因此方子是,功仙烧灰中奎化的左脚撕下烧灰,配水。 配酒喝下去。 孙思苗,李时珍,杨起。 此外,把一条弓线绑在运。 副左臂,绑足一半天,能转女为男,孙思苗。 弓线放自门百花齐榜。 就不一一列举了。 肺结和鼠疫麻疹天花等等真正的古代瘟疫大物。 SS就更无需多言了,全是绝症,纯靠人口基数和地理分不应称。 猪,如此类可以一直列举下去,只要是在现代医学已经采明基里的疾病面。 钱,中医是没有任何市场的。 什么东西一旦具体化了,马上就与什么。 君臣左使,性味归精,温热寒凉,我有个亲戚朋友呗。 治好了等等完全脱钩,就算是中医贴粉也不再信中医了。 于是中医,自己也只好被蒂蒂丝的古书咽下去,冰在敷脸忽悦这些事,酿酿腔腔。 不不,后退。 推荐用书名,空格,笑话错误,了解一下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